HELLO 我的YOUTUBE的朋友 我的姓訂閱大家好 還有巴拉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一友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OK 那剛剛的FINAL是出了1.60的更新 就是1月的31號 那我大致上跟大家講一下 目前我這個文章透露訊息 就是說 他目前將SOLO的銀行模式呢 把它刪除下 因為這篇文章它是說 它是一個實驗性的一個模式 所以他把它給砍掉了 那 對不起 那就是說說 目前1.60的重大的更新呢 最主要是偵查部分 它已經把它更新了 範圍有限 不再像之前一樣 無限的視野可以偵查到對方 這一次已經把它修正了 還有的話就是說 這一次呢 我們玩家的等級呢 已經增加了10個等級 還有提供額外的一些獎勵 那對於這些新的玩家來講的話 他們將排名的錦標賽呢 從60減到45 他是這樣子說的 他是這樣子講的 那還有就是說 我們現在先看一下 就是說 目前比較重要的一個更新 其他的更新 全部更新我會放在 Youtube的下面 中文的上面去看 我先講一下 比較 比較重要的一點 比較重要一點就是說 我們現在呢 我們現在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剛剛有提到一點 就是說 那個 偵查那個部分 現在已經變成削弱了 那還有的話就是說 就是這邊 好就是這邊 好就是這邊 那 還有就是說 欸不是 對不起我看錯了 我看錯了 喔 還有話就是說說 呢 就這個地方 對不起我看錯 他意思意思是講說 新增的 這個範圍的限制 設定為 30 欸 30 我應該是30公分 30公尺 那超出這個範圍 玩家將不會被偵測到 也就是說 你在這個30公尺 30公分之外 你是不會被偵測到 如果被偵測到的玩家 在 這個 UI 介面 HUD 裡面可以看到 偵測到的 警告的一個文字 喔 那他這邊 他有提到 開發者 他有提到 也就是說說 在偵查的這個技能當中呢 比我們預期的 更要喊 更要常見 並且可能會給一些 新的玩家帶來的困惑 範圍的縮小 以及被檢視 檢視到的玩家 會發出警告 將會該這個能力的力量 恢復到 跟其他專家一樣 也就是說 現在如果說 你被偵測到 你會收得到 一個警告 這樣子 他的意思是這樣子 那他有 他在說 他有提到 就是說 HL1 跟這個 泡泡槍呢 他在修正了一些 動畫的 一些問題 那聲音部分的話呢 他官方是有提到 如果說更新的玩家 對有腳步聲 的 混音的問題 那這也是 我一直很疑惑 是為什麼有時候 我聽不到腳步聲 或是我覺得腳步聲 聽得好像 不是這麼的清楚 有時候我會搞混 那 開拍子說 現在玩家應該可以 更清楚的 分別 分辨出敵方跟我方 他有自己的一個腳步聲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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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有提到一些 就是說 現在的職業排名 的話呢 加10個排名 還有額外的獎勵 現在最高的等級 將是 50等 將是50等 那還有就是說 他有說 人物現在有修正 就是說 某些螢幕的時候 可能會發生的彎曲 腿的問題 這個我是不知道 我倒是沒有遇到過 這邊他有提到 就是說 這個比較重要一點 就是說 他有提到 電極器這邊 他有修正的 他說 修正的玩家死後 雕像躺在樹葉 樹叢當中 你沒辦法復活的問題 那修正的玩家 在攜帶雕像的時候 無法定位復活的問題 這個部分 他也做了改善 那現在多了一個 新的模式 叫做搶進風頭 我不知道 Spotlight 不知道 我 中文是這樣翻譯 我不知道 遊戲中的翻譯是什麼 我不曉得 因為我還沒有去開那個遊戲 他現在新增了一個要 搶進風頭的這個事件 那 增加的玩家在所有遊戲中 每場比賽 開始比賽 比賽大力 制定所有武器 小工具 專業的 裝備的能力 等等 這樣子 那還有就是說 剛剛有提到 Solo的這個Bank 目前呢 是實驗性的階段 暫停的實驗性的階段 就沒有了 那地圖部分 講說摩洛哥這些的 他有限定一些 有修正一些東西 那現在還有一個就是說 這個UI部分的話 以前我們在看動畫的時候 都有一些專家部分的技能才會有 現在是幾乎是每一個東西 就是說 砲塔 砲塔什麼 這些的 全部現在都有動畫 可以給你看 這邊全部現在都有動畫 讓你看 這樣子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事情 那還有說 視覺效果 這邊他也增加了 然後還有武器的話 裁邊有提到說 目前現在增加有 手榴彈的尺 手榴彈 不是手榴彈 手 那個 流槍彈的 那一把 流槍彈的尺寸 使他們在戰鬥中更容易看到 那還有 修復了近戰武器的揮舞的速度 比預測更快的漏衝 修正的C4跟地雷放置在 以失去的可投擲的物體上 無法獲取的問題 也就是說 當你將C4放在 瓦斯或是其他部分當中 在進行爆炸的時候 你 有時候也沒有辦法去 蝕獲它 然後進行的去爆炸這樣子 OK 那以上是 目前這一次的 The Final 最新的 1月31號 2024年1月31號的更新 所有的原文 我會放在 YouTube的 中文部分 我會放在YouTube的下方 因為這次更新是蠻多的 但是 它只多一個新的模式 這個新的模式來講 我還沒有下去玩 所以我還不知道 當然 我個人覺得說 對 跟大家補充一點 就是說說 這個 如果你有玩過戰地系列 就知道說 它有一個就是說 那個私人的 那個大廳 可以瀏覽說 哪個伺服器 有多少 這個在去年的時候 官方有說 他們會 之後會增加這個 這個東西 在這個遊戲當中 什麼時候增加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說 我不清楚 如果說這個東西進來的話 以後我們要進入遊戲 找人 大廳裡面 要多少人 的人數來講的話 我要進入哪個遊戲 地圖來講的話 這樣子是會更好方便 但現在我們就是 就是很無腦式的 就是 進入到遊戲 之中去搜尋 到一些 不知道的那個地圖裡面 去搜尋這樣 至少上一次更新是這樣 那這一次更新 我還不曉得 OK我是一龍 我們下個影片見 試一看 以上是1.60的更新 我會放在我的 YouTube上 上方 還有的 他的這個 文章當中 我會把它 大致上 把它翻譯 翻譯下去 比較重點的部分 那有一些不是很重要的 或是 超過我的能力範圍 我就沒辦法 再去做 更新 做去翻譯的動作 我是一龍 我們下個影片見 試一看